11月7号到10号 武科松体育中心场馆将举行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 为确保疫情防控无死角 武科松体育中心场馆将进行闭环内外的区域划分 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 严格划分区域 周到区域不重叠 那就是闭环内的区域和闭环外的区域完全的物理隔开 物理隔开 物理分隔的设施 我们都做的是硬质隔离 硬质隔离有几类 大家都能看到场馆里头 有这种透明的亚克力板的 这是一种隔离 还有一种就是铁码 有些像那样的 有些是在用双层的铁码隔离 符合防疫的这个距离的要求 石威介绍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 保证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 武科松场馆引进了许多科技装备 疫情情况下怎么举办比赛 我们就是考虑了一个创新 那这样的创新呢 我们就是在海淀的场馆 所以我们有些海淀科技的元素 大家能够看到 比如消毒的机器人啊 还有无接触的这种物资的这种传递配送 这个是一个我们这次在举办疫情情况下举办赛事的一个亮点 测试在期间 如果闭环内人员需要物资文件的物品怎么办 武科松体育中心场馆运用科技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物流机器人可快速响应 无接触配送 自动化物流等需求 助力场馆防疫工作 它主要放在闭环外跟闭环内中间的这个缓冲区 就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闭环外 里边就是闭环内 我们是单向传递物资 就是闭环外往闭环内 如果送一些应急的物品 我们会用这个机器人 然后它主要最近这几天呢 就是给保健人员送餐 给体育送一些体育用品 还有这个给里边的工作人员送餐 或者是其他水呀 这些补给 武科松体育中心场馆于2020年12月改建完工 经过改造 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双澳场馆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 武科松场馆将承办女子冰球比赛 和男子冰球部分比赛产生金牌一枚 这样子冰球比赛 兽 Mind 甘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